对不起议事人员 刚刚民进党提的临时提案 有跟国民党的人讨论过吗 令院内政委员会讨论两岸观光禁团令 国民党对民进党团提案用字欠词 很有意见 仗着国会多数优势 栏尾要求修改文字 硬是把中国改成大陆 把我国改成台湾 不可自信 那我想在政府的公文书里面 要如何来形容对岸 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历史的传统 应该大家都来尊重 毕竟傅昆奇率兰尾团 仿中反台后 如今就连提案用词都斤斤计较 让绿营痛皮 连国格都没了 中华民国宪法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讲得非常的清楚 现在不管是台湾大陆 都是我们精准的法律用词 连国家都不要了 过去的任期当中两届也有非常多的提案 就是使用我国 我国两个字说不出口了 去中国到底跟人家谈了什么 傅昆奇强调依照宪法 而俗巧惠则嘲讽 中国国民党要不要改成大陆国民党 现在是要从花莲一路退到太平洋吗 网友也哭手 直接将国民党新北党部 改成大陆国民党部 因为阮尾团仿中反台后 是否配合中国立应外合 那去了中国之后 会不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指令 来去影响我国的修法的进程 这是我所担忧的 中国对台文攻武贺 从未间断 栏尾声称两岸春暖花开 交换条件是否得自贬国格 难免引人联想 三顺皇爷姐和台北差不多 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我觉得啦 两个就是不同国家 到中国去 不管旅游或商务 大多数民众认为 台湾和中国是不同国家 习惯称作出国而飞出去 我明明也是到不同的国家 明明就是也是搭了飞机 怎么好像觉得 没有出国的感觉 就怎么会说不是出国 对对对 都要护照要台包证 怎么会不算出国 算出国啊 因为毕竟大陆是一个 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 台湾是台湾 两岸立场敏感 中国和大陆两个用法 时常在社群媒体引发论战 大陆说法被部分人士 认为是自我矮化 而中国二字被对岸网友 指责是台独言论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军队 称大陆只是大家方便去讲 那其实他们正式的名称 还是叫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台湾的不一样 用此问题 演艺圈连带被影响 艺人严亚伦曾在脸书发文 喜欢台式早餐 还是美式早餐 台式两个字惹怒中国网友 被扣上台独帽子 同样遭小粉红出征 排球甜心 廖宇润 现实动态po了出国比赛的字眼 引起中国粉丝炸锅 怒气冲冲流言洗版 社交媒体上 然后就是对岸的朋友 有时候在用字上 就是会很刻意去强调 就是台湾省这件事情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让 就是台湾的朋友不太舒服 两岸关系 敏感紧绷 连字字句句 都被小粉红严格检视 三连新闻 徐赵 我是网友 是米奇 桃园台北 此风报道